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封去很简单 球域 X比方加Y比方加Z一方 小于等于R平方 是个球了 那么当然很容易你想象 这题目就是要用球面坐标来做了 但是如果直接做的话呢 去是很好的 去非常好 既然你是一个完整的球 那么半径呢 显而易见 螺是从0到大2 在5 从0到π θ呢 当然也很简单 既然是个完整的球 各个方向都是等价的 所以θ显然必须从0到2π 0到2π 所以这三个接风线很好 都是常数 0到大2 0到π 0到2π 非常好 但是呢 贝奇函数不是特别好 X-A的阔弧平方 那么这个函数有没有既有性呢 看一看 这个题呢 当然我们也不用画图了 球面我们非常熟悉 对吧 I等于谁呢 我们就看看贝奇函数 对吧 Omega x 这个x-A的阔弧平方 咱们把它展开 好 现在怎么样 当然有既有性了 dV就是dx dy dz 显然有对称性 这一项 G函数 我们这个球当然 上下左右前后都对称 关于x走 y走 都是对称的 所以这一项接风不要接了 对吧 以x方向正向和反向 那两半球体上就出来是 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 所以零 这一项没有了 当然这个是常数也非常好 常数接风怎么样 只要这个常数乘上 这个接风区域的体积 球的体积 大家早就知道了 这一项也被 也就这一项也解决了 只剩下这一项 当然这一项难不难 当然不难 对吧 硬做行吗 当然可以 对吧 那这个接风 如果我们硬做的话 那就是 刚才我们说了 0到2π 谁 dc它 0到π 谁 d5 0到大2 谁 罗 里边 这项没了 只有它了 它是谁 它是 A方 乘上球面积 那咱们待会写 只剩它 它是谁 罗平方 x 对吧 大家记得吧 罗 sine sine 那么sine 5平方 cos cos θ cos θ 平方 这个就是x平方 还有谁 还有 伽科比行列是 好 最后 d 罗 那当然了 你说这个接风 有多大困难吗 应该说没有多大困难 对吧 所有部分 接风都是 都是可以独立出来 接风的 这个也可以做 接风 这个也可以做 每线都可以做 对吧 还有这个A方 A方是A方 乘上球面积不就完了吗 球面积多少 4分之4 I R 立方 没错吧 好 那么我们来做一做做一做看 怎么样到底 请注意每一份都是独立的 每一份都是独立的 那么先算罗 罗几次方呢 平方四次方 所以五分之四 五分之四 罗变成五次方了 好 R五次方 五分之 我这个 这个是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这个四呢 什么意思呢 请注意 因为这个接风 它也是从 这个是从零到二排 那么当然 这些函数请注意了 这些函数 θ 在四个向线 显然是 接风是相等的 所以咱们就把它 四倍的 这个变成 零到二分之π cos 为什麽 为什么变成0到二分之π 还好一点呢 不要接风了 有公式的 记得吧 好 还有呢 sin φ 三次 0到π 三次 0到π 那么当然 我们如果希望 避免这个 希望避免这个 就是要 三次方 这个函数 接风 如果是0到二分之π 是很好的 对吧 0到π呢 请注意 sin这个函数 在0到π和 0到二分之π 二分之π到π 这两部分 我们以前讲过 它是 完全像 是 也就是说 sin θ 如果是f sin这个函数 在0到π切风的话呢 我们可以写成 0到二分之π 两倍的这个切风 因为在0到二分之π 和二分之π 这个函数呢 这两部分 只是完全相等 只是对称的 或者说 好 那么就是 变成 两倍的0到二分之π 那这是sin 三次方 phi d phi 这个地方当然 又来个两倍的 五分之八了 后面是 三分之四 a方 π r三次方 那么好 这个切风最后是 这俩都很容易了 这个呢 是 我们知道 sin和cos 这个三角函数 在0到二次π 做切风的 我们可以直接用公式了 好 这个是 二分之一 还有什么 二分之π 记得吧 这一项呢 三分之二 行了 就三分之二了 最后加上三分之四 a方 π r三方 最后第一项是 五分之四 对吧 这约掉一个 五分之四 十五分之四 十五分之四 π r五次方 加上 三分之四 a方 π r三方 好 这样就行了 这就行了 反正就这样做了 但是这道题呢 当然在这儿这个函数 相对说起来还 虽然有点复杂 但接风线很好 所以做的过程当中 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麻烦 但这道题如果 我们能不能还 再想一点办法 使它变得更简单呢 就是利用对称性 咱们不已经利用了吗 我以前也讲过 对称性在多重函数的接风 多重接风里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不仅包括我们要利用区域的对称性 利用函数的既有性 还有函数的本身的叫能换对称性 这个对称性有的时候 还要我们自己去制造 什么意思 比如这个题 当然上面这是一种做法 就当然没什么了 但是我们就想了 这个地方最后出来是 这个接风 这一下没了 只有 所要接的就是x平方 x平方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看 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刚才已经明白了 这个接风是 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x平方 dx dy dz 加上a乘上三分之四 a方 π r三次方 就这么一个接风 那么这儿是r平方 我们就想了 这个地方 如果是x平方加y平方加十一方就好了 因为是x平方加y平方加十一方 它就表达是就特简单了 就是r平方 没错吧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看很多人都点头了 就是这个地方是x平方 咱们可以把它变成x平方 加y平方加十一方 怎么变 对这个同学的一切做得很清楚了 你把这个地方乘三 当然乘三还要除三 你不是说乘三就完了 还得除三 分子上就变成三个x平方 三个x平方 请注意 xy c在这个接风区域上是完全对称的 你对x平方接风 接出来是这些 对y平方接风 接出来也是这些 对11平方接风 接出来也是这些 所以这个x平方我可以换成y平方 也可以换成c平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刚才这个同学说得非常好 三 这本来是三个x平方 没错吧 你这风区里边 xyz完全处于对称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把x平方换成y平方 怎么样 结果应该一样 y平方换成x平方换成c平方 应该一样 好 咱们就把这儿x平方换掉一个 变成y平方 再换掉一个 变成c平方 那就好了 为什么好了 这个下面再用球面做标做 简单就不用做了 简单 对吧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这样就当然比原来上面那个 我们恐怕很快就写出结论了 要简单的多了 对吧 最后的答案是 后边没有θ的 所以就是三分之两π 就是θ这部分 后边切出来的常数乘两π就行了 螺丝是4次方 螺子四次方 底落5分之r5次方 上映的原函数 负cosn 在零点带进去 在π这点带进去 正好是2 完了 加上下面这个3分之4πA方 R3次方 你看这正好不是15分之4πR5次方 一模一样 但是怎么样 显然方便得多了 当然这个题也不容易错 也还简单 但是这种题有的时候减少你的做题的时间 和提高准确性来说 显然这样的要方便多 fx在x0可导 且f0等于0求极限 这样一个题 这个题当然是个求极限的题目 但是当然又是又涉及戒风了 那么求极限的题目 我们知道如果涉及戒风的话 如果在一元函数里边 我们曾经知道 如果分子上有戒风 风母是个有变量的话 通常我们需要把这个戒风去掉 戒风去掉有大概两个方法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吧 一种如果分子上是 这个是个变上线戒风 那比较好办 可能要用罗比达法则 把变上线戒风的戒风线怎么样 通过罗比达法则 去掉这个戒风形式了 第二一种 去戒风方法怎么去 戒风中日定理 戒风中日定理 最后戒风号没有了 所以这是俩方法 但是在变换以前请注意 由于背戒函数具有这种形式 我们很容易猜想 这个地方用一下 求作为要变换的 背戒函数的形式会简单一点 另外这个Omega呢 请注意正好是个球域 X平方加Y平方 小于等于T平方 是半径等于T的球域 所以这个形式就提示我们了 这个题恐怕 今天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戒风形式把它变成 球坐标 球面坐标可能会做起来挺方便的 好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题 我们首先考虑根据背戒函数的形式 和这封区域的形式 我们首先把这个东西 Omega 这个F 根据根据下X平方 加Y平方 加C平方 这个形式把它写成球面坐标 那当然很容易了 马上就可以 又是老办法 既然是这个球域 而且是半径等于T的球 那么戒风很简单 0到2π 谁 θ φ 0到π d5 螺 0到T 半径 0到T 完了 对吧 这一下就解决了 戒风线很简单 背戒函数F X平方加Y平方 加C平方 正好就是螺平方 开放 开放 F螺 后边 好 螺平方 5 sine5 d 螺 没错吧 好 这样一来以后呢 请注意了 这个题啊 所谓这样一变换 你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首先你看啊 对T 对这个螺解风 F螺 螺平方 解风 是变上线解风 0到T 这个解风呢 毫无疑问 这个解风是最后 由于F是个抽象函数 没有给你是什么形式 就是F 所以这个变上线解风是 不可能解除一个函数 初等函数形式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 这是一部分是不可能解出来 但是上一块 请注意 这里面没有 跟螺有关系 里面没有Fy 所以这个sine5 可以独立地拿出去 sine5解风 那么这个呢 θ呢 后面也没有θ 也是后面解风 解出来 是和θ无关的 所以 将是一个 与θ无关的常数 所以最后解风 对θ解风的时候 就是2π乘这个常数 就完了 所以马上就得到第一 这个 对θ的解风 可以 你做出来以后 我乘这个2π就完了 这个φ 后面没有φ 只有这个sine5去解风 sine5的解风 是负的cosφ 负的cosφ 把π0分别带进去 那就乘2 也完了 这一部分 0到T F锣 锣平方 底锣 这是去不掉的 那就是这个 是最后一部分 那么这样一来 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的是解风 马上变得简单了 T的四次方分之一 三重解风 Omega 里边是F 根号下x平方 加y平方 加c平方 dx dy dz 那就换掉了 根据我们这个变换 t取0 t4次方 4π常数 4π常数 0到T F锣 锣平方 d锣 现在 很显然 用 罗比达法则 分子分母 求导数 一求 四π 我们是常数 不管它 变上限 解风 求导数 被解函数 里边的解风变量 换成上限变量 就行了 Ftt平方 没有解风没了 t4次方求导数 4t3次方 t平方 下面还有一个t4约掉 最后变成谁 变成π 接风 接风号 极限号 极限号 t取0 好 下面一步 请注意 下面一步怎么办 πs常数 4和4约掉了 下面有个t 上面是个t平方 还有一个ft 下面怎么办 t减0 这同学其实说得很好的 他说得很好 有很多同学做到这一步 有很多同学会继续用罗比达法则 有没有人在这样想 我下面用罗比达法则 那么好 对T用罗比达法则 下面就是1 上面就是f一撇t 然后求极限t等于0往里一带 不就完了吗 行了 很多的 如果真的做这样的题 这样做的同学是比例极高的 比例极高的 你想一想你会不会这样做 你很可能这样做 但这样做怎么样 错了 这个题啊 它说f在x0可导 它没说它的导 有导数且导数连续 它没给这个条件 那也就只有f在x等于0这一点可导 在其他点可导不可导 不知道 那你怎么用呢 其他点你这个f一撇t你又得不到 其实f一撇t有 你又怎么知道f一撇t是连续的呢 只有连续咱们才能把这个 这一点的值带到求极限的结果里边去 才能对吧 极限值就是函数值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 所以一定要小心 是不行的 怎么样 刚才一个同学说的很好 怎么办 i 对吧 t去0 下面来一个t减0 减0没关系 上面来个ft怎么样 减f0也没问题 为什么f0是0 ft除t就是ft减f0除以t减0 这就行了 这什么东西 导数的定义 所以就等于 哪一点的导数 0点的导数 所以这种地方 当然是一种带有很细微的地方 但是学习维基分的要注意这些地方 也是条件 题目里给你什么条件 有的时候条件不能满足 你用某些定理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想 我怎么也来获得结论 下面一个小题呢 我估计有相当多的东西能够 自己就能明白怎么来做这道题 去x平方比a方加y平方比b方加c平方比c方小于等于1 妥求 密度函数 μ等于c下1 叫你求这个物体的质量 直接做什么样 那当然如果用 这用球面坐标 如果用球面坐标 那显然不方便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几合体变成什么形状 变成一个 写起来 如果是x等于 对吧 罗sin phi cos theta 就是球坐标的话 那这个带到这里边去 这个球面变成什么样子了 对吧 就是最后那个形式相当复杂 这个曲面相当复杂 对吧 曲面相当复杂 我们可以试试看 变成谁 显然是罗平方 这两个平 而且请注意 罗平方大家都有的可以提出来 这个下面是a方 是它的平方 这个地方 y带进去 这是b方 然后它带进去 小于等于1 那这个几何体意 如果是要做的话 能不能做 当然是可以做的 当然可以做的 在这个椭圆体里 椭圆 椭球体里边呢 θ怎么样 显然意见 θ还是从0到2π的 各个方向还是同样的 没有变化 对θ而言各个方向相同的 对φ而言也没有变化 0到π 但是罗怎么样 罗是个 就是最后那个 最后罗到什么位置了 罗到哪个位置 罗到从0到那个椭球面了 面是它 等于1 就是面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写呢 如果要写成 罗的等于什么东西 罗就等于 这个括弧 开放 罗就这个了 那这个东西放在这个接风号上面 罗从0接到这个根号 这里边下面这一堆 那谁受得了 对吧 那太复杂了 当然了 也不是不能做 就很繁琐了 看起来很繁琐 那我们当然一看就知道 我们希望怎么样 把土球变成普通的球 那么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了 当然有两种 一种就直接你就 那个球面坐标 你就那个变换 里边就做一下改变 就在这个地方 我这儿放个A 这儿放个B 这儿放个C 就是我们不原来有个球面坐标 球坐标变换吗 把直角坐标变成球面坐标吗 现在我在这儿放个A 这儿放个B 这儿放个C 那最后怎么样 那最后显而易见 这样一来 这个植球面最后在这个变换下面 就变成了螺平方 小于等于1了 那个面就是螺等于1了 非常好了 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怎么样 最后在加科比行列事实上 会出现一点 跟原来就不一样了 但是应该说问题不大 为什么 因为三行 三行每一行都是XYZ 对一个变量求导数 你这个ABC就是常数 那这个第一行里边有ABC 第二行也多ABC 第一行有ABC 第一类里边的A提出来 行列式的性质 第二类里边那个B提出来 第三类里边那个C提出来 它就多ABC 不就完了吗 对吧 很简单 还有一种做法呢 走两步 我先啊 先不用球坐标变换 先做一次变换怎么样 先把这个 把这个X平方 比A方 Y平方比B方 C平方比C方 变成一个标准形式的方程 变成一个普通的球面方程 球方程 那怎么样 那就比如说 X等于 我为了要把这个 A乘U Y等于B乘V C等于C乘W 则 Omega 成为 变掉了 X等于A 除以 A乘U 那就是U方了 第二个呢 V方了 第三个呢 W平方了 小一等于E了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接风呢 好 原来这个接风 密度 好 这个索求质量 索求质量 M 等于谁呢 三重接风 Omega 原来是应该是 μ μ是谁 C平方 加1 密度 乘上 DX DY DZ 这就是三重接风的 物理意义 物理意义 对吧 DX 然后别忘了 我现在觉得不太好 如果在这个Omega上 是个妥球接风 不大好 咱们把它换掉 换成谁 用这个三重接风 用这个变量代换以后 变好了 变成U平方 加V平方 加W平方 小于等于E 变成一个标准的单位球了 很好 这里边呢 没什么 C W C平方 W平方 加E 没错吧 好 DX DY DZ 要换掉了 DX DY DZ 那太容易了 那个三千行列是 加科比行列是 怎么样 这三个东西 先对有求导数 那只有这儿有个A 那是零 对吧 对吧 加科比行列是 加科比行列是 一个三阶行列是 X对 第一个对变量 有求 Y对有求 C对有求 只有A 零 零 第二行 大家对V求 零 B 零 第三行 大家对W求 零 零 C 二 出来 A B C 行了 下面怎么办 下面怎么办 常数太好接风了 对吧 ABC 这个常数咱们就 ABC拿出去了 这个一切分 多少 三分之四 I 单位边长是 一的地方 不要写了 还剩下 写慢一点 U平方 V平方 加W平方 小一等于E C 写到前面去 C平方 里边是W平方 怎么办 跟上面那梯一样的 对吧 什么球面坐标 咱们不用了 上一梯不讲 一个方法 当然最后是用的 跟上一个 前面那梯一样 你不又出来这玩意吗 等下的 对W平方 对U平方 一样的 那就是除以三 乘以三 好 除以三 上面变出谁 W平方 加U平方 加V平方 DU DV DW 也又是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好 整个接风又大会简化了 又是老办法了 好 下面ABC 3分之4 Pi 加上3分之4平方 下面这一步就要用球面坐标了 怎么样 不过所不同的是 对WUV UVW这三个变量用球面坐标 换成球面坐标 不是XYZ换 是UVW换 换好以后 那当然很简单了 那就变成 0到2Pi 0到2Pi DZ 0到Pi D5 0到1 里面 2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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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又来个2Pi 2Pi 跟后面没关系 这个SinePi 结束来是2 这个结束来是5分之1 看 3分之4Pi 加上12 5分之4Pi Z方 当然 这个显然是简单的多了